Carapang 两只股份1299和941它都有 1299就有过大约7万 其实它在想好不可以转到941那边 它就说如果它沽了1299 进沽就买到大约1500股941 现在941已经有大约4000股了 我们看到因为941的息率高于1299很多 我们看看如果这样换码加住941好不好呢 如果是的话可以收多一点息 我想这样看 首先看它本身的方向想如何 如果你说真的很单纯只是看息息 我买股票说只是想收息 当然我很同意你换在941那边 因为刚才你自己也说了 你给了两家股息率941多 有帮得941多 也论派息的稳定程度 一定是941是很稳健的 还有股价的稳定性也是强的 所以你只说收息那边 当然我同意你可以这样换的 但是如果你本身 你那个部署不只是想收息的 虽然你不断围绕回收息这个话题 但可能你不是说想收息的 有时也想帮有个价格升的 如果这样说 我觉得又不是太建议 你一次过换了它 因为始终反过来想 就是虽然有帮现在的价格 可能一般少少走势 但是始终这些都是有些概念 就是譬如经济复苏 通关 或者假设市是强一些 有帮这几个股份 会弹得比终中移动更快 即是北京终中移动 是真的慢动的那种格局 所以也一样是 不是没有它可取的地方 即是这样说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这样看 又未需要或者下次真的 完全零仓了有帮 又变成终中移动 但是我想如果你说 考虑现在的市况 还是反复一点 我想你仓位上去调配一些 我觉得OK 假设这样说 你可以减少一些有帮的 持仓 譬如现在有可能7万股 假设你可能减少到5万股 4万股 就是减大大概 可能差不多一半出来 那你将那一半 才换到中移动 即加多少个中移动比例 那这样会好些 但是又不主要 需要一只换完一只 这样的策略 除非你真的从收息那里 完全不想其他东西了 还有还要看他这个收息股 自然比 是的 没错 就是还有其他东西 所以我想都是要这样 大概做一个调整 是可以的 但是一只换完一只 我想就不是非常之建议 因为毕竟有帮 严格来说 又不是真的很差的一只股份 其实是一只好的公司 只不过 它的业务是很受 这个经济环境 大环境影响 令到这一刻 股价做得比较差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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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